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队伍的同名武将和灵宠还是只能上阵一支 所以自己的基础底子还是要有的 通关队伍 主要还是看敌人的增减一来决定 玩过新魔疆的玩家应该都对这些不陌生了 唯一不同的是 魔窟内的敌人是会有变化的 而且还要来回打很多层 每层敌人一共有五波 打完后才能回血并挑战下一层 活动会根据玩家的战力来决定开始的层数 魔窟除了有日常挑战奖励外 还有层数奖励 层数奖励是计算三支队伍加起来的总层数 奖励中的魔石可以用来在商店里换取低阶奖励 涂魔值则会影响商店中开放的奖励 有了魔窟活动后 一些在PVP已经被淘汰了的武将也会有出场的机会 所以在每周竞技商店这里 该拉的还是要拉 魔窟玩法和以往的刷分活动都不同 它是需要看战力和硬件的 因为用的阵容底子全是自己的 外援只有一位 新区玩家没有个200亿 恐怕都无法拿满层数奖励 老区玩家目测也得要有150亿以上才有机会 武将不够的玩家 可以选一两个最容易拿高分的关卡集中打就好 然后放弃最难打的一个 相信之后应该会有大佬分享阵容 到时就会知道哪一个比较难打了 魔窟活动的奖励非常丰富 而且是一个可以白嫖的良心活动 所以我们尽力就好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打完一定次数后就可以一键挑战 接下来就是硬刷关卡的节奏了 只要第五波使过去 就可以开启新的一层挑战 就这样一直刷下去 当然前提是队伍也要正确 你可以反复重置测试 看看每一个关卡 自己用什么队伍 能打的上限是多少层 最后再来决定最后的队伍也不迟 不过每个关卡 每天可以挑战的次数也是有上限的 刷完就只能等第二天了 魔窟商店这里又有两种商店 第一个是最高级的魔窟秘宝 里面全是让人流口水的好东西 不过兑换道具 深渊魔石只能在排行板和段位奖励 这里可以拿 三轮就可以拿三次 排名前50和前10的都可以再次解锁风物质和高级绸缎的兑换奖励 不过这个影响不大 反正排名不高也不会有那么多深渊魔石可以换奖励 平民最少应该也可以获得1万左右的深渊魔石 这还得看你的战区卷不倦 人多不多 稀有灵宠碎片才是魔窟真正的大奖 这个灵宠碎片是可以加入后续更新的灵宠的 建议留起来 可以更新的灵宠碎片 建议只用来补充露鼠以后的二代灵宠 优先补兔子以后的 先补充灵宠 也有助于你后续争取更高的魔窟排名奖励 建议所有玩家都先把稀有灵宠碎片换完 才来考虑其他的奖励 次选是 魔窟风物质和新增加的高级绸缎 高级绸缎可以用来换高级皮肤 这两样资源需要的深渊魔石都不多 换完灵宠碎片后 用剩下的来换这两样就好了 魔窟这里的风物质和皮肤 更新的速度都不快 资源一出后就可以暂时不用换了 不着急的朋友也可以先考虑 先换落书令 有剩下来的深渊魔石 才拿来换风物质和高级绸缎 龙魂三选一 虽然很吸引 但一般都不会去换这个 因为两个就需要一万二了 这几乎就是平民可以兑换的所有资源了 如果你的战区人少 竞争少 深渊魔石可以拿比较多 那么龙魂的竞争应该也不会太大 所以也没必要拿龙魂 后续这个龙魂会更新成为五选一 等更新成五选一后再来考虑也不迟 也许那时你已经不需要那么多风物质和高级绸缎了 其他的九宫令和龙文石也是好东西 但优先顺序没有那么高 是最后的选择 九宫令的价格和洛书令一样 是真的挺坑的 不过它的兑换顺序还是大于龙文石 龙文石虽然也很缺 但它终究还是会满的 最后还有剩下的深渊魔石 才拿龙文石凑数就好 普通魔石商店 每轮都会再开放一个 一共有三个 印象中里面的东西应该都是一样的 前三样东西需要一千图魔值才能解锁 这会要求你通关405层 猜测战力接近100亿就可以解锁 每天日常奖励这里可以拿6500模石 四天就有26000 最推荐优先兑换的是洛书令 换完要25000 其实就差不多用光了 接下来是排名奖励 段位奖励这里还能拿很多模石 就以前100名和最低段位来计算 也有14000模石 不过次选的奖励是江魂精华 换完就需要30000 所以只靠排名和段位奖励 还是永远不够的 最后就是积分奖励这里 还有总数6万左右的模石 总排行版奖励这里 也有3万左右的模石可以拿 最大的奖励还是在这里 至于能拿多少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一般平民在拿完这些奖励后 是足够把洛书令和江魂精华都换完的 换完这些后 就可以考虑去换其他奖励了 稀有灵石不建议在这里换 龙魂出来后这东西也不太重要了 风锐和铁壁都有6阶后 其他的慢慢换就好了 换星福袋 以石磨石等于一换星的兑换率来看 如果开出258或288都是亏的 只有开出了388才算赚 不过如果你缺的就是换星 那么换下来就是了 不必在意那一点的差价 寻踪卷轴 这是只用来抽普通善灵的卷 也不建议兑换 虽然善灵在满阶后依然可以用来增加 最终增减伤 不过这个坑很深 必须长期投入才能看到一点收益 效率太慢 建议最后有剩下的磨石才考虑换 同样的价格 我自己会更偏向拿9公令 因为属性会来得更快 再加上现在风物质之灵也很缺 你不仅要多抽 而且还要抽重复的 才会有风物质之灵可以生火 最后是无双助力包 虽然觉醒时长期需要 列转时暂时也会缺 但这些资源有固定可获取的管道 所以也就不急了 不适合在这里换 最后要提醒的是 深渊磨石和磨石都是不能留的 活动结束后就会被清空 所以在兑换资源时 总原则就是要优先换消耗大的 消耗小的要留着最后才换 尽量以清空所有磨石为主 活动结束后 还会有两天的公示期可以兑换奖励 到时再看看自己 还剩多少磨石 好好地算一算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